2022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6月13号到15号在吉安召开 将着重展示以庐陵文化为代表的江西历史人文底蕴 江西推出21条帮扶措施促进文旅企业纾困发展 百建革命文物说江西讲述少阎旺智取滋稀的故事 更多内容江西文旅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文旅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文旅报道 6月9号记者从省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2022年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6月13号到15号在吉安召开 此次大会将着重展示以庐陵文化为代表的江西历史人文底蕴 每一年的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都是国内外旅游业界认识江西 了解江西 融入江西的重要窗口 今年也不例外 将会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 会期间的主要安排有大会 旅游推荐费 产业对结费 项目观摩 技术考察 和相关配套的活动 记者了解到 此次旅发大会将以庐陵文化为主线 突出文旅融合 在线路设计 景区打造 液态布局等方面凸显文化主题 结合山水特色 融入多种业态 展示以庐陵文化为代表的 江西历史人文底蕴 进行衰想了十个项目 供嘉宾观摩 并将歌宣市区的精品景区 景点也全部纳入了嘉宾的采风线路 通过深入的挖掘历史 民俗文化 推动吉州窑 调园古村 十里方飞等景区 全面的提升 进一步彰显了历史文化的特色 高质量 打造了干江沿岸 休闲 度假 景气区 秉承着开放创新的办会理念 此次旅发大会 吉安在中心城区 按市场化模式 打造了后河 梦回庐陵景区 编排了陈静市演绎 大唐歌飞 凤舞庐陵 推出了国内首个《凤凰鸡甲秀》 以陈静市 行径市游传方式 再现了庐陵文化的历史与文明 同时将文化油与城市油 夜间油 干江水上油相融合 安排了三组嘉宾观摩线路 三条媒体采风线路 将庐陵文化融入到吃 住行 油 购鱼等各个方面 同时 本届全省旅发大会 还在安抚杨师牧 幸福小镇 设立了分会场 让省内外嘉宾 更多的了解吉安 爱上江西 日前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帮扶文旅企业 纾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6月9号 记者在省政府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在此次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 省政府将对推动文件中 政策措施落实落地 提出具体要求 做好文件落地的后半篇文章 那么通知中重点提出了 哪些帮扶措施 又有哪些特点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为进一步帮扶 全省文旅企业纾困发展 我省推出了21条帮扶措施 促进文旅行业 快速复苏回暖 记者了解到 实施影课入干奖补 是21条措施中的 首条帮扶措施 我省将落实 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客货运发展专项资金 奖励暂行办法 按规定对影课入干的 航空运输企业 或包机包舱人予以奖励 鼓励各地统筹现有资金 对影课入干成效明显的 社区市进行奖励 在推动汇企政策落地方面 我省将做好 普汇政策落地服务 落实2022年 省政府出台的 国有房屋租金减免政策 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 鼓励业主 房东与文旅企业协商减免租金 落实文化和旅游部通知要求 旅行社可按规定 申请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暂退标准为应交纳数额的百分之百 补足质保金期限 延至2023年3月31号 同时 加强汇企融资支持 扩大面向文旅小微企业的 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规模 将最长单笔担保贷款期限 延长至36个月 重点对旅行社 文创企业 民宿农家乐等文旅小微企业 实施无抵押贷款 推选一批优秀金融机构 在2023年 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 进行表扬 此外 继续开展全国学子加油干活动 通过云游江西小程序 全国大中小学生 包括研究生 在2022年3月1日 至2023年2月28日期间 可免门票由全省200多家 4A级以上景区 同时 你在全省以会友百成精彩 共享百业繁华为主题 开展百成百业文旅消费剂活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红军当中有一位被称为 阎王的将领 敌人一听到他的名字 就好比双打了一样 胆战心惊 那么这位阎王到底是谁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 少阎王智取姿细的故事 西海马到首上 少租兴超派桑 阿尼安天到首上 这种歌谣是土地革命时期 发生在这里 少阎王智取姿兮战斗后 迅速被釜州姿兮的群众百姓 传送开来 这里的少阎王说的就是 敏哲干革命根据地和 红石军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 邵士平 为什么他会被敌人称为阎王 智取姿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邵士平化名为于燕王 回到家乡尚饶一阳 实行土地革命 开展游击战争 一次战斗后 游击队抓获了一批敌人俘虏 游击队员说 把他们押到燕王那里去 由于口音的关系 俘虏们错听成了 把他们押到燕王那里去 于是被吓的是 连忙跪地求饶 后来 经过宣传教育 俘虏们被邵士平释放了 而邵士平这个阎王的绰号 也很快传播开来 1932年年底 邵士平率领红石军的一个团 行进到了滋西的恒山 那么我现在锁的这个山头 距离滋西县城 只有不到十公里的距离 非常的近 那么当年呢 敌军为了阻截红军的行进 选择在后龙山挑选了一个制高点 就是我所在这个山头 那大家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整个山头呢 他们挖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沟渠 就是做这个防御攻势而用 那我身后有一个坑 那上面有很多旧的砖石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当年敌军架炮台的一个位置 敌人的团长叫郑维驰 他口出狂言说 他少阎王在家乡厉害 可到了老子的地盘上 凭他那几条烧火棍 还想收了我去做小鬼不成 我军部队中 有的同志主张硬冲过去 邵士平反对手 这样硬冲我们伤亡很大 睁着眼舍本的事不能干 经过慎重思考 邵士平最终决定 亲自潜入敌营 去拔掉郑维驰这颗钉子 战士们已听都着急 那怎么行 你这是到虎口去拔牙呀 不能让你去 要去也得我们去 邵士平安抚好大家 自信地说 为什么我就不能去 擒贼先擒王 这一回嘛 我非要想法子 把郑维驰捉来不可 一天深夜 在当地村民曾细瑶的引领下 邵士平带着几名战士 乔装打扮 悄悄绕过了敌人的阵地和少岗 直扑敌人的团驰挥缩 邵士平和战士们翻墙进入前院 先将郑维驰的勤务兵拿下 然后进入后院 冲入郑维驰的卧房 用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 郑维驰看着持枪的邵士平 大惊失色 你是谁 邵士平冷冷地说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少岩王 今天我勾你的命部来了 随即命令战士 把郑小鬼捆了个严严实斥 压着他迅速撤离敌营 生情郑小鬼之后 邵士平命令部队三路进军 手敌找不到团长 顿时成了乌合之众 一触即溃 其余的敌人听说 岩王率领红军杀了过来 无不闻风而逃 红军则乘胜 解放了整个自习县城 从此白军一听到 邵士平的名字 就好比双打一样 都害怕这厉害的少岩王 什么时候来勾他们的命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架行不足 今天帮助满眼界的名字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